Hello 我們現在乘高鐵上廣州 今次的旅程 旅費 車費 住宿和食 都是丟包包 三天的公眾假期 不用請假 可以近一點和家人來廣州玩一下 正所謂食在廣州 這裡的菜式真的很棒 餐餐都很好吃 而且價錢一點都不貴 帶著兩隻小魔怪 等待要帶牠來 各家4A級的旅遊點 廣州動物園 10元20元入場費 但裡面有很多動物 喜歡文化氣息的爺爺媽媽 就可以帶牠們來永慶芳 欣賞一下中國風的建築打卡 再去從前的英法租界沙面道 感受一下二角風情 我們今次住的是廣州最出名的五星級酒店 白天鵝賓館 雖然牠已經有40年歷史 但房間設施配套服務都一樣很棒 當然不會錯過我的房間圈 接著來一連兩集 我會保母式地講解我的行程交通費用 以及注意事項 現在我們就出發三天兩夜由廣州 開始旅程之前 講一下怎樣買高鐵車票 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去到中國鐵路12306的官方網站買票 但必須要註冊先 按註冊來到這一版 跟著指示填寫你的個人資料 但要注意 姓名那一欄要輸入簡體字 證件類型一欄辭 詞匯鄉證的 就可以選擇港澳居民往來內地通行證 而手機號碼方面 可以選擇加852的香港電話 但必須正確填寫 因為是用來收短訊用的 填寫好資料之後 就會收到確認電郵或短訊 跟著指示Active的戶口 跟著可以在手機的App Store 下載鐵路12306的Apps 按乘車人 再按添加 跟著指示填寫同行家人和朋友的資料 持回鄉證的證件類型 可以選擇港澳居民往來內地通行證 同樣要注意 姓名那一欄要填簡體字 填好就按完成 跟著我們回到主頁 選擇你的出發地點目的地和出發日期 現時來說 只可以預購未來14天的高鐵車票 由香港直達廣州有兩個站 一個是廣州東站 一個是廣州南站 而我們今次去的是廣州東站 千萬不要選錯 選好你要搭的班次之後 就會來到這一版 按選擇乘車人 就會列出你之前輸入的乘車人 結束了今次出發的人 最多只可以選9位 按確定 由於我們出發的人數超過5位 所以就不能選擇座位 但一般有位的話 都會編合坐在一起 按提交訂單 再按立即支付 我又提供多種付款方式 我選了微信支付 成功支付後 就完成了 而我今次選擇了 搭港鐵團馬線 來到柯士甸站 因為這個站是最近高鐵站 只要跟著指示牌下 5分鐘 便來到香港西九龍高鐵站 即是含購票及離境大堂 當日看到除了福田之外 所有高鐵車票都賣光 所以真的要預早買票 坐高鐵是不需要實體車票的 而你將回鄉證就是你的車票 只要將回鄉證放入入閘機數一數 再看鏡頭拍張照 這樣就可以入閘了 過關 當然第一時間要看看自己的車子 哪個閘口先 我們的車子就是5A 6A 好 大家入閘了 開車前15分鐘 才可以再用回鄉證入閘燈車 不過一班車有500多人 只有15分鐘都頗趕 立即開著開飯 寶寶也在開餐 看看 寶寶 沒有像我們這樣自備便當不要緊 這裏都有餐卡 會提供飲品及熱的食物 這輛車大概一個半小時 會經過繁華城市及清幽農田 我們就來到高鐵廣州東站 可惜一到站就立即發生了一件事 令我對廣州的印象一般 他們有一部很小的升降機 不過是鎖了 即使我們有BB車都不讓我們搭 還要我們搭電梯 你說他們安全意識何在 而我們現在離開高鐵閘出閘 同樣都要出示回鄉證和拍照 然後我們就跟著他的指示轉搭廣州地鐵 在廣州搭地鐵有幾個方法 最簡單的是買票 可以用支付寶付錢 而他的車票就像一塊Cons 也可以在便利店購買揚承通主席卡 用法就跟我們的八達通一樣 或者可以用雲閃副手機APP 入面出行的交通碼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拍有感應標誌的銀聯卡 都可以入閘的 廣州的面積其實非常之大 雖然地鐵覆蓋的範圍很廣 而且很多景點地鐵都可以去到 但是三天兩夜 根本就不可能玩壞整個廣州市 加上我們今次扶老葵休 所以今次只會去四個地鐵站 廣州東站、北京路、動物園和廣沙站 我們首先由廣州東站 搭一號線搭十個站 去到廣沙站 我們由F出口出 但是沿路出地鐵去到酒店的途中 真是令我大失預算 基本上全程是走樓梯 還要上這條天橋 這條天橋完全沒有升降機 電梯的無障礙設施 下了天橋 過了這條小隻橋之後 就是三年左右 我們跟著高德地圖 走六至八分鐘左右 就會來到我們這兩晚會住的酒店 廣州白天鵝賓館 酒店晚一點才介紹 現在我們檢查完 放下行李 立即去第一個景點 我們下來廣沙站 但是今次搭六號線 搭四個站來到北京路站 北京路是廣州一個重要的街道 已經有過千年歷史了 我們由B出口出 穿過這條北京路步行街 我們現在來到北京路 我們先去吃東西 我們出了地鐵沿著北京路 一路走去我們今晚吃飯的餐廳 順便欣賞一下沿途的景色 這裡有不少特色的商店 行人亦非常多 非常熱鬧 而且還有不少打卡的位置 這邊是大南街 永遠就不知一斷封回附道 這條叫什麼街 北京路 以前說是永康路 本來是 文革講到韓衛兵的時候 這道美衛兵說 不行 永遠都會人眾多民族 因為這道不說北京路 管他們就說 看這道歷史 最後這道又叫北京路了 這道歷史 來到這道 有個打卡位 就是元代和湖席漏紡製品 聽到仿製品不要想著它是甚麼山寨貨 元朝時期這個位置真是放了一個廣州鑄造的銅湖滴漏 是用來為當時的市民報時之用 這麼珍貴的古董現在已經移送到北京國家博物館 而在北京路亦發掘到由唐代至到民國十一層的地面 現在我們在玻璃下面見到的就是宋朝的地面 我們繼續沿著北京路走 又有另一個很漂亮的打卡位 明朝的大佛寺 有沒有些像千與千尋裡面的油屋 不過我們打算吃完飯回來 才跟大佛寺拍照 它已經關燈了 我們在大佛寺再多走兩分鐘 就會來到我們廣州之旅的第一餐Jerson 它已經連續六年成為米芝蓮推介餐廳 雖然我們來到已經晚上八點 都過了他們吃晚飯的時間 不過我們都等了半小時 看著這張點心紙這麼多選擇 味味都好像很好吃 幾十至百多元的菜式 一下子我們忍不住就點了十款 來到廣州第一餐 我們來到北京路的這間Jerson 是米芝蓮來的 第一味來的水果咕嚕肉 外皮晶瑩剔透鬆脆可口 裡面的肉軟熟蛋雅 而且酸甜汁調得很好味 真是超棒 蒜蓉粉絲升扇貝 一上桌已經聞到超級香 扇貝非常嫩滑很新鮮 粉絲吸了扇貝汁的味很好味 蔥油臨桂花魚 肉很嫩滑爺爺爺非常欣賞 他們的始創招牌豉油滷鴨真心推介 豉油味好香 鴨皮又夠薄又夠滑 鴨肉好亂 蛋鴨沒有鴨鬚味 吃得出是新鮮鴨 這個山楂鮑魚煲味道好香濃 鮑魚煮得好軟好入味 不要說那麼多 小朋友的身體最誠實 來吧圈圈 吃不了兩隻鮑魚 多捧場 我們點了這個大煲的王市煲仔飯 相信這個煲是十個人份量 超級大 黃鱔很軟熟很鮮甜 加上醬汁又很香 飯又夠軟 很好味 不過這個啪啪秘製豉油大腸就有點失望 醬汁是好吃的 但腸有點鬆 而這個牛腩啪啪豬腸粉 豬腸粉好吃 不過牛腩有點韌 而豬油渣生炒菜心很爽脆 另外拍薑煎蛋煲軟菜心又很嫩滑 實在太離譜了 叫到整桌都是 因為我們以為幾十塊小碟 怎料羊羊都好像整桌人的份量 現在叫得太多了 又是評分的時間 首先食物方面 如果五粒星滿分 你們給多少分 五粒星我起碼都給四粒 我給多半粒 四至五分 因為羊羊都好吃 那條蒸的桂花魚是非常之好 鮑魚是五粒 因為它很鮮、很嫩、很滑 唯一透了0.5分 是因為我覺得 它的滷水腸比較鬆 那些牛雜有少少粗鞋 咬不開腦 那裡就有少少扣分 環境方面真的要扣少少分 因為做得比較逼 逼了一點 三粒星 衛生我們都給四粒星 看起來暫時衛生都清潔乾淨 那份服務我都要扣少少分 我都是給它三粒星 首先要客人在外面凍住等位 一杯暖茶都沒有 進來其實正常的服務 又沒有特別之細心 性價比 大部份都是幾十元 那麼大碟 其實性價比都有四分 不過今天那餐是由細孔先生請的 好 好 多謝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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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吃完飯了 走了 吃完飯了 好 我們現在就在北京路走 在這條街 小朋友都走到不願走 說要購物 不過這裡的店鋪又真的幾有特色 就像這間店一樣 裝修到好像水連洞一樣 買的都是一些有中國特色的精品 例如髮簪 月曲的公仔 雪花糕 不過都真是好東西了 我們要回酒店休息 順便介紹我們今晚次的酒店 廣州白天鵝賓館 它在1983年開幕 有40年歷史了 在80年代中國經濟開放之後 由霍英東家族興建 是第一間達國際標準的五星級酒店 選這間酒店 因為它是我爸爸媽媽拍拖年代的回憶 但機緣巧合之下都沒有住過 希望今次我能夠完成他們其中一個To-Do List 我們首先參觀一下爺爺爺的房間 按鐘 喂 參觀一下你們的房間 好 進來了 好 爺爺爺 好 辦得好光明 哇 哈囉 好 爺爺爺爺嗎 好 要喝茶杯咖啡呢 我刻意安排這個雙床房間給你們 你們可以很寬闊 這邊的觀景是看回城區那邊 6236 爺爺最知道的 這邊也有一張書桌 有電話和充電 洗手間在門口旁邊 座廁也有浴缸 浴缸是可以看到他們的 沐浴露洗頭水和濕 這裏有個盒 裏面有個人狐狸產品 狐狸包 牙膏、牙刷 一把梳 也有手霜 洗手間旁邊有個衣櫃 打開就會亮燈 衣櫃有浴袍 防煙霧器 也有個鴿 蒸汽糖豆布的烏衣袋 櫃桶有個購物袋 最低有個磅 這裏也有針線包 擦鞋包 原來打零紙會提供免費為客人擦鞋服務 這裏是mini bar的位置 有四支免費水 也有熱水壺 也有免費茶飲和咖啡 打開櫃有玻璃杯 這裏有小食和薯片 我們剛才看過有個收費表 這些都是需要收費的 打開雪櫃也有汽水和飲品 這些都是需要收費的 他們也有送到一些盈品曲奇餅 另一間房間由於有個小BB 小個90cm 可以要求酒店提供免費的嬰兒床 相信大家最關心一定是房間的價錢 我這次訂了兩間標準雙人房 而平均每房每買的價錢 大概是1270元左右 現在就帶大家看看我今晚的房間 來這邊 跟我過來這邊 房間是不是很大很漂亮呢 這間是一間光景豪華雙人房 所以其實是可以看到珠江河的 不過現在就夜深了 我明天早上再拍這裡的日景給大家看看 是一張Kingsize 6呎的雙人房 今晚一定很舒服 睡得很舒服 這裡洗手間 又是蕭先生你最喜歡的兩個雙面盤 不用爭了 刷牙一人一邊 這裏都已經有齊了 補牙刷 梳 潤膚膏都有齊 亦都有這個 餚禮包 但是重點是這裏 哇 好漂亮 臨浴之餘 還有浸浴光的 今晚你可以看著珠江河的夜景 在浸浴 你不想黃珠江河 因為這邊是有個電視機 針著來看電視也行 今晚有沒有鷹超看呢 他都很細心放了一些浴鹽 在這裏給你浸浴 這裏都已經有齊 沐浴露、洗流水和梳化素 好了 來開了淋浴間 過來這邊 都需要走差不多八步才能走過來 你以為這裏是啤子 就是致外 這裏是智能洗屁屁屁屁屁屁 也是Mr.Seal你最喜歡的 但我覺得其中有一件挺豪華的 就是 我有一架梳妝桌 可以慢慢坐在這裏化妝 封筒放在梳妝桌的櫃桶裡面 這個位置還掛了一兩件肉袍 門口一進來這裡其實是一個書桌 書桌這裡有一個地圖 白天鵝賓館位於沙面島 有步行地圖 很細心 可以讓你慢慢慢慢游沙面島 也介紹了每一個不同特色的大廈是什麼 轉過來這邊 其實是一個衣帽間 跟剛才爺爺媽媽的房間一樣 有不同的枕頭被鋪在這裡 也有燙豆和捏烏衣袋 這裡也有一個購物袋 這裡也有拖鞋、抹鞋布和針線包 按去零字就是有免費位置 各客拆鞋的服務 不過我今天鞋子拆不了 這些洞洞鞋不能拆 也有遮蓋在這裡 如果下雨也不走 上面是有一個防煙霧器 通常間酒店都會有 應該是內地酒店的格式 安全格式 它也有預備水 剛才我都很激動 為何只有一瓶 反而爺爺媽媽在房間四瓶 原來水分佈在不同的位置 但要注意 我打算這麼棒 有一瓶匪製水 原來這瓶水是要58元的 又是熱水一鍋 也有免費的茶飲咖啡 這邊有一個迷你巴 打開多光 有薯片 有食物 又是 要收錢的 大家要注意 這裡也有玻璃杯 這裡 雪櫃也是準備了很多飲品 全部都是要收費的 書桌位這張椅子 還可以這樣轉轉轉 扮倒神 很低 這裡有一部iPad 後面是一些插鬚 是三腳插 即是我們不用換插頭 床頭也放了一個 Welcome的曲奇餅 非常欣賞這個政策 所以這間房間真的很舒服 起碼一定沒有煙味 有戲大家最關心的 究竟這間豪華光景房 多少錢呢 我這次訂房 每房每晚平均是1870元 早晨 廣州 今天天氣很好 讓大家看看 珠江河日頭的景色 現在帶大家看看 一間達國際標準酒店有什麼設施 首先我們來到地下樓層 穿過了密集式的魚池 就來到健身中心 拍卡進去 走前幾步原來是一個泳池 雖然今天只有12度 但你也看到有人在游泳 因為這是一個行溫泳池 它會保持23度的水溫 不過我都覺得很冷 而他們這裡的更衣室和水療區都很棒 好像進入了日本的溫泉酒店 有locker的區域 完善的化妝間 都有齊一些護膚用品和消毒梳 也有一個很漂亮的休息室 其實它裡面還有一個按摩池 不過因為太多人了 所以我拍不到照片 唯有放在酒店的資料上面給大家看 而泳池旁邊也有一個健身室 它有兩層高 而且儀器都非常完善 我們上上層看看 可以看著珠江河境做運動都很棒 這裡還有一個超大的瑜伽室 而且設備非常齊全 有搭板 瑜伽墊 瑜伽波 湖嶺等 這裡原來還有一個原毒室 原來忘了帶游泳用品 運動衣不要緊 馬上買 價錢當然便宜 運賦要220元 而百天樂賓館其中的賣點 是這裡的餐廳 早晨了 現在是早上的8點 我們來到百天樂賓館 這間米芝蓮一星的餐廳喝茶 但為什麼你看到我們要這麼早8點來呢 還要很明顯 我的家人還睡覺 因為只有住客才可以在這裡訂位 而且一定要訂8點喝早茶 我們唯有訂完位之後 早點下來 坐定定在這裡等位 等他們晚一點下來喝茶 而這裡亦都是中國黑珍珠指南三鑽餐廳 這裡的裝修是中國的古典風 中間還有一個錦鯉魚池 你看爺爺媽媽和她們一起 都很稀針 而且我們人多8個人就坐這間大房 說不是來喝早茶 茶品是重點之一 茶錢就逐位計 不同的茶 茶位的價錢都會不同 我們就選了最傳統的陳年玻璃茶 茶是先沖好放在玻璃壺 再坐在蠟燭上保暖 味道都順口 打開點心指看看 價錢在內地來說屬於高檔次 但比香港五星級酒店的中泰廳 他都起碼便宜一半以上 好神呀圓圓 這裏很細心 我剛才跟他說有個嬰兒 他都問是男生還是女生 原來女生是粉紅色的 我們點了這個鮮蝦乾蒸燒賣 一個傳統的馬拉糕 陽城鮮蝦餃 酥皮叉燒包 蜜汁叉燒腸 鴛鴦牛肉腸 生滾鮭魚片粥 這個是麻麻點的 不過吃到粥真的好綿 而且魚肉很滑 沒有骨 還有一個濫人殺騎馬 這個薑汁雞蛋傘很好吃 一定要點的是 他們這裏色力爭的鮑魚天鵝酥 還有這一餐1,135元 其實都不算貴 香港美心飲品都差不多價錢 最後來個總結 食物方面我給4分 因為樣樣都很好吃 不過未煮非常之驚艷 環境我給4.5分 因為這裏的裝修真的很漂亮 很有中國特色 而且坐得很寬闊 很舒服 服務我都給4.5分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服務很好 服務員也很有禮貌 很細心 衛生我也覺得有4分 希望眼見的都是乾淨 綺麗整體 性格比方面當然不會太高 我給3分 部分的價錢都落在環境 服務和名氣方面 總分我會給4.5分 作為遊客來說 我都推薦大家來這裏喝早茶 除了我們吃的玉堂春暖 在2樓亦都另一間 弘桃軒 都是吃港式點心 也是米芝蓮一星的餐廳 而另外3樓 亦都有另一間 米芝蓮推介的餐廳 風味餐廳 是吃中國大江南北的菜式 而在地上亦都有一間 牛浮閣咖啡室是吃自助餐的 而在2樓酒店大堂的月桃巴 大家可以在這裏品嘗他們的美酒 或者吃下午茶 而在地下樓層北門旁 有一間美食屋 是提供一些麵包 和很吸引的西餅 小朋友入到這裏一定很開心 而酒店亦都有兩間水療美容中心 亦都有一個商務中心 而我亦都很喜歡這裏 每一層都奉戰了很多中式的藝術品 就像這個金的魚衣 還有這個花瓶 你說我是金菠蘿嗎 我是金菠蘿 而這個樓高三層的 故鄉水服部裝置 一定是這裏最熱的打卡位 下一集 我們喝完早茶就來到廣州動物園 大訪一下這隻紅片世界的齊陰頭獅子 和其他動物 還要去這期最熱的打卡景點 永慶坊 因為種種歷史背景 原來廣州有這麼多 這麼漂亮的歐洲式建築 還來這間這麼漂亮的 Starbucks 喝咖啡 但最重要是 我們只有吃那幾餐 那些食物真的很好吃 想知道哪幾間餐廳這麼好吃 那些景點怎樣去 記住要留意下一集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讚好留言和訂閱 記得按鈴鐺 不要錯過我任何一集